在关心日月民工这个案件的受害者 一个一个出面控诉 现在居然还传出 居然当中有一名受害者还是警卷 就是这名警察妻子 他也被拉入灵修 但是这名妻子他事后觉得不太对劲 要求退费 但是对方不允许 所以还是身为警察的先生出面 才退了四万块 但是其他想要中途退费的会员 一毛都拿不回来 日月民工受害者一个一个跳出来 现在传出其中还有警卷也受害 彰化一名警察的妻子 在朋友的介绍下也加入了日月民工 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岳母 还有四位友人一起入会 一个人八万元的会费 总共贡献六十万左右的会费 事后觉得不对 发现跳舞是其次 主要是在钳制会员的思想 让会员互相批斗 警察的妻子发现不对劲 要求退出想要退费 没有想到却遭到陈巧明的拒绝 最后还找来了身为警察的先生出面 扬言要告陈巧明诈欺 这才退了四万元回来 但是其他想要中途退费的会员 一毛都拿不回来 受害者越来越多彰化县府下午要召开跨局处会议 未来将由单一窗口接受被害陈情 也希望有更多被害人勇于出面 记者彰化综合报导 会员